1961年为配合政府发展观光 台铁再度从日本引进22辆观光号列车 车厢座椅坐卧两用 车头挂有发文Be Avenue的牌子 列车后方还挂有餐车 观光号在1963年甚至加装冷气 是台铁首度开行的空调列车 不过观光号强调舒适并不以速度取胜 真正强调快速精致的是台铁在1966年 还引进比飞快车更快的光华号 当年台铁还特别选在10月31日 蒋介石生日当天开行 首行的光华号车头挂有一个巨大的寿子 观光号列车的出现 其实对台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因为台北到高雄缩短到不只是五个小时 甚至在四小时四十分就可以跑完全程 虽然那个时候火车没有冷气 可是火车的速度非常的快 而且还送香蕉 地毛巾 也就是台湾铁道不只是在速度上突破 而且还建立一种前所未有的精致服务 观光号与观光号列车的精致服务 还包括在车厢内 首度推出了原铁盒的铁路便当 由随车服务小姐推着车在车厢里叫卖 一块卤排骨 一颗卤蛋 几片腌脆瓜 成为铁路便当的招牌特色 早先做这个铁路便当 是很费心人的 那个排骨奶奶就要敲啊打锤 因为我当过车前不经意 我去看他们做那个铁路 就一直打一次打 打它以后才慢慢入 才慢慢入 那个味道才入味嘛 那个 早期那个菜饭啊 放菜 放猪油 现在大家要放猪油 开玩笑 挡屋充很高 大家都不太敢吃嘛 早期 早期的那个排骨菜饭 是有放猪油的 所以它特别香 特别让你怀念 原铁和铁路便当虽然大受欢迎 但后来发现有些旅客用餐后 会将便当盒带走 于是台铁考量餐具成本 以及回收清理问题 决定将原铁餐盒 全面改换成不需回收的纸盒便当 当初我们在卖排骨便当的时候 是怎么卖你知道吗 就是说我们用推车 一次推80个排骨便当 到了车厢 门一打开 门一打开以后 车厢就开始弥漫了排骨的味道 那只要这个车厢第一个旅客 他帮我们买排骨便当 他一打开那个排骨饭盒 那个排骨饭 那个排骨的香味就散出来了 然后整个车厢就是排骨的那个味道 那后面就开始说 我也要一个我也要一个 你如果喊得比较慢 你会没得吃 我们是用温体豬肉 然后来我们就敲打 每片肉我们都必须敲打 然后再下去又腌 腌制了一天一夜 然后隔天后再裹盆 拌盆 然后再下去炸 炸好了 然后再下去卤 我们的配菜 基本上卤蛋 还有酸菜 我们是不更换 其实乘客清点率更高的车厢服务 不是铁路便当 而是除了用餐 当时台铁还贴心准备 绿茶 红茶 香片三种茶包 让旅客选择 观光号以上等级列车免费 平快车与对号车则要付费 要在短短时间内 替十几个车厢乘客 汽茶 倒水 服务员的功夫 可都是受过特殊训练的 那技巧是 那是以前我们在车上 民国55年的时候 要卖茶一杯两块钱 两块钱就 我们那时候一进来的时候 我们服务生 叫做贩卖生 老一点才有泡茶水 所以那扒铁 我们便当卖完的时候 便当和收好的时候 我们就一直到 一直写一写 写久了我就会了 后来到高速公路要开通的时候 理购就特别少 就慢慢的 就没有再卖了 1970年代 台湾经济起飞 商旅运输更加依赖铁路交通 台铁在观光号和夜瓶快车 推行卧铺火车 台北高雄对开 十二个小时的车程 可以提供旅客北高往返 在列车上休息睡眠 而旅客可以要求服务员 到站前提供叫换起床的服务 结果发生不少令人玩耳的去世 有一次一个不伤的事 台北上车要到台南 那个人一上车就跟他讲说 我脾气不好 我要到台南 有一个很重要的生意 你一定要把我叫起来 我会耐床 一定要叫起来 看着我下车 我要是发脾气 你也不管你就把我推下车就好了 我小费钱给你一百块 那一百块很大 他击倒了 我说绝对是 结果他把他叫起来 身体很坏 说什么都不下车 他就把他行李拿到 丢在月台 然后把人到门口又推 推不在一脚一踹 把他踹下去 踹下去之后车是开走了 然后一会儿他看到 哎糟糕 给他一百块那个还在睡 刚才拿错了 趕快发脾气 他又赶快把人叫起来 叫起来以后 包车子给人家回去 包车子给人家回去 小费还人家 然后又打电话到台南 说好好照顾这个客人 叫她不要投诉 在公路客运还不发达的年代 台铁是当年交通运输的龙头 每天的上下班时间 每星期的周末假日 乃至年节假期 都是一票难求 火车乘客必都经历过 在车站彻夜排队买票 甚至拿着站票 也难挤上车门的痛苦经验 只有我这一家 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的 我们过去开车 只要把车子开出来 就是客满 我根本不需要宣传 也不需要宣传 我规定怎么样就是怎么样 没买票 罚百分之五十 就是罚百分之五十 你七点钟开始卖票 对不起 早一分钟都不可能 早一分钟都不可能 你要过年了排队 前一天晚上 十二点钟 我这边关窗子以后 你才可以排明天的票 排队 拿着椅子坐 到天亮七点再开始买票 它就是这么一个生态 没有卖不掉的车票 我们现在的火车车厢是载人的 那以前是连火车头都占人 只要大家挤得上去 就挤得像沙冰雨一样 真的 因为那时候高速公路还没有通车 那几乎我们整个台湾岛内 所有的运输的大宗就是以铁路 那因为铁路的沿线都是各大都市的精华区段 所以很多人都靠着火车来通勤 上班上学 在1978年高速公路通车 国人自购自用车的数量大幅增加 客运野机车也越来越多 相对的搭乘火车的旅客越来越少 开铁的黄金岁月逐渐流失 我记得第一次我们感受到衰退 最明显的是高速公路通车了 高速公路通车以后呢 我们发现 整个客源一下子就变少了 那本来呢 就是说可以很高兴的连班的 事情都做不完的 忽然之下 就好像就整个后车室都空洞了 那种感觉会让我们有一点害怕 高速公路一完以后呢 这种情势发生了一种变化 旅客只占了30% 货物占了不到20% 那这些到哪里 因为你公路发达 它走卡车了 是吧 因为你公路发达 它有自用车了 进入80年代 不仅有公路运输 瓜分台铁营收 台铁每年支出 巨额的员工退休后 财务状况更是吃紧 而台铁也在这个 多头瓜分的竞争期 迎向台湾环岛铁路网的挑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晚使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